在与会来宾的见证下 巨大垃圾再利用修缮场公开亮相 经过清洁队员的巧手 原本报废的家具重新换上新装 尤其这些早期的衣柜菜厨 阿嬷嫁妆的化妆台 不但是高价的宽木做成 更是许多人的珍贵回忆 因此一上场拍卖 马上成为抢手货 这是在会议啦 要回来有用不用 一年多一回书 我会觉得说 好像是我们以前小孩的时候 这应该是块木吧 应该一两万块吧 六千 赞 郊西公所表示 透过资源回收 分类修缮 让老家具重新找到新主人 尤其价格只有外面行情的三四成 不但民众捡到保 公所也能充实裁员 并且帮助弱势 并且帮助弱势 我们今天社区有需要啦 看这些品质都可以啦 比资品上来比 哦 差很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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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相当两杯至三杯以上的 我们以冲新巧思 已经 甘烈的这个收获 付与我们的 非几闻 全新的一个社名 工作这边也以三节至四節 对外来返收 对桌椅出柜 为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洽询 郊西清洁队 或是到修缮场来认购 资源回收 待利用 郊西起回 做最好 在 宜蘭新闻记者张丽玲 采访报导